我们看到最新的几个消息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布林肯 第七次要去中东了 也不知道他是到底去能够达成什么 那么同一时间呢 也看到美国白宫呢 是证实总统拜登 昨天是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了电话 那这次电话的内容 当然就是希望新一轮的停火协议能够有进展 因为这新一轮的谈判呢 今天就要在埃及正式展开了 虽然说呢科比一再再强调说呢 以色列是同意了对拉法行动之前 要听取美国的意见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消息人士已经透露 内塔尼亚胡说 已经准备要在拉法展开地面行动了 所以杰老师您认为这一次美国能够拉得住江省吗 我觉得一定拉不住的 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休养生息 整军金五啊 大概也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 那么所以他大概作战计划 整个军队的标注都差不多了 我想基本是就要打 以色列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举国的目标 就是要一举解决了 解决这个加沙地区 长期被这些巴勒斯坦 这些难民 当做抗拒以色列的这个最后一半 这个堡垒 那么这个对以色列的建国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所以在漫长的以色列建国时以来 我觉得这是他们认为必须走的一步 那么如果能够借这个 他们被这个所谓的加沙的巴斯尔难民 也就是杀掉了1500多人 这个是可能就是Holocaust里面 以色列受到的最大的一个恐怖攻击 一个一次伤亡 他借着这个事件来一举清除掉 清扫掉整个在加沙走 也不过200多万的这些巴勒斯坦 现在已经剩下170多万 听说该跑的跑 杀的杀 我觉得已经对他来讲 已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 我觉得就是说他在掌握绝对的优势 军事优势 还有这种外部的优势的情况之下 他一定下手 因为打到现在阿拉伯国家 除了伊朗之外 没有国家敢插手 对不对 另外一方美国对他的支持 尤其是美国今年是竞选的 更可以对美国予取予求 所以美国的对以色列的支持 只是口头上有时候叫一叫 嚷一嚷 可是真正行动起来的话 你就看最近上个礼拜 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些 这些要远外的军事机会 给以色列要1300万 给了将近230万 给了将近260万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美国拜登政府在 我认为就是在演戏而已 实际上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任何的军事行动 即使是这些完全以妇孺 而成为攻击对象的这种攻击系统 美国也会提供武器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下 以色列对他来讲 应该是讲是天时地利人和 就他建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我觉得他这个拉法必大 那么后果呢 后果如果美国有后果 那美国人的是 美国本来今天需要支持他 不支持他 你们这些政客都不会想当选 你都是拿犹太人在那边选举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不替犹太 犹太这个人的祖国 以色列出力 什么时候出力 我想就是这一个思维 那么我觉得这场战争 是必打 所以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 大家不要忘了前段时间跟伊朗 就是我们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 互相去冲突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 说是不是当时就已经谈好 让以色列不去报复伊朗的一个前提 或者说他们谈成的一个协议 就是让他进攻拉法 所以现在人家动作来了 大家怎么还会有期待说 美国能够拉得住这个缰绳呢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但是也有一种观察是说 说以色列现在也挺为难的 一方面呢 就是说当然 就像介老师说的 可能对他们的那个思想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国际舆论的压力 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校园的运动啊 或者是说接下来可能像刚才介老师说 发展成社会运动 能不能给以色列一些压力 那么说到这个以巴战争当中 能够来解套的 还有一个国家 大家很关注就是中国 所以接下来这条消息 也是让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哈马斯和法这个这个法塔赫在北京的这一次见面 是又在意料之中呢 又在意料之外 你看啊 这个西方的媒体对这件事情报道是非常多的 就是已经确定了哈马斯的确和法塔赫在北京有了这样的一次会谈 但是呢 北京方面中国方面是一直很低调的 没有说有 也没有说没有 只是说呢 说这是他们调节巴勒斯坦这样的一个对立派的一种努力 所以 杰老师我们该如何观察 这一次中国所促成的会谈会改变目前的局面吗 我觉得应该是会改变目前的局面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法塔赫跟这个哈马斯之间 对于他们这个巴勒斯坦建国的这个途径 还有各种的做法上是有不同的意见 而且两边过去都不合作 也给以色列 就是说从中来怎么讲的 各个击破的一个机会 那两个是同一个民主 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让先在两边的巴勒斯坦 之间先和解 霸解以后 我觉得这个力量会更大 那么也对国际社会可以发出更明确的声音 更明确的声音 另外后面 也可以从内部对于以色列 产取比较强大的 比较强而有力的一个压力 那么因为法塔赫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动 还是也正常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透过法塔克 那么这个不如透过其他的力量 让哈马斯的这些立场 还有他们的想法能够得到表达 在以色列人面前可以做一个有效的通通 其实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安排的 那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做这样事 其实跟中国大陆在中东 尤其以巴问题上的这个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基本上就是劝河出谈 基本上是排难解分 把你这些纷纷扰扰的帮你解开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在这个中东 从让这个逊尼派跟这个什叶派的两个龙头国 这个和解在中国大陆 让伊朗的这个外长跟沙尔地亚外长这个和解 这个在外交上是极大的一个成就 而且也让中中国家可以从自己内部冲突 被别人整将 见缝插针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悲剧 能够走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人做事 我想我们中国人做事基本上就是fueli重刑 对很多事情上的问题的本质 而且是真实希望他们不要再动 不要再闹了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争了 那是从这个角度帮他扶底抽薪 那另外一个就是巴勒斯坦的问题 我想中国大陆也是扶底抽薪 那么很多事情冲突的时候 就缺乏一个有诚心 有能力 而且有实力的一个调解人 他是真正来怎样 来帮你撮合 帮你怎么样化解纷争的 不像西方国家他也要来 他来是怎么拉偏价 他是来什么护上偏游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说 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大国 受尊敬的大国 我觉得这个名声有一段一段的冷击出来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中东老百姓会感谢 我觉得很多有良知的国家 还有一些希望世界和平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也会看在眼里 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在真正为了这个世界的未来 一个和平共同的未来 在点点滴滴的 在实际付出的默默更云 谁是不断的在破坏世界和平 世界的这个稳定 我想大家心里都会应该明白 没错 尤其是这一次尾巴战争 让大家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个事实 刚好有一位听众感谢一下Space Wolf他的斗内 他也是问到了关于尾巴问题 所以就在这边直接连着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他说目前尾巴问题是否有两个解 要么是中东战争扩大或并上升为宗教的圣战 要么就是内塔尼亚胡直接下台被抹杀 我觉得内塔尼亚胡目前在这个阿拉 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位 并不是那么并不是那么不稳固 因为美国也曾经说过 包括记得这个两个月前 美国这个所谓的美国人讲说 犹太人现在美国政府位置最高的一个官员 也不是官员 就是参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 Sumer Charles Sumer 他是纽约选出来的参议员 联邦参议员 他做了一个冗长的演说 中间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很具体的建议 他认为以色列应该提早解散政府 进行改选 意思就是要替内塔尔胡下台了 这个我想也不是Sumer担任一个人的意见 他代表在美国有一批犹太人认为 内塔尔胡走的太偏了 并不符合以色列的意义 并不符合犹太人的利益 所以他已经要求内塔尔胡下台了 那么这个基本上对内塔尔胡应该是个重磅的打击 结果居然没有任何的影响 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在美国的犹太人可能有想法 跟现在正在以色列犹太人的想法 跟利益已经有一点点出入 所以你看内塔尔胡还是稳坐江山 而且他采取军事的行动 也没有看到以色列内部 有任何重大的反对的意见 那么尤其在以色列经过了伊朗的那次空袭之后 你也没有看到以色列 我看到以色列可能是更加团结的一个以色列 所以我觉得内塔尔胡他位置并没有那么样子的危险 倒是说他如果在战场上他久战而无功 或者甚至说让他的老百姓失望 那他会下台 所以我觉得他只有在战场上继续 那么打出一点成绩出来的话 他在以色列的位置才会比较稳固 虽然这是很残酷的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观察的一个现象 其他人的一篇 我观察的一篇 我观察的一篇 你看到一篇 我们就想知道了一篇